观众平安 欢迎收看国民大会 今天特别要希望 大家都平平安安 今天地震大家都还好吗 浅秋今天一早也感受到了 地牛翻身的非常大的震撼 4月3号这一天 会在历史留下记录 让大家真的心惊胆跳 地震山摇 这种各种画面 各地传来包括的铁路 被中断了 落实让花莲 现在几乎是成为一个孤岛 所有陆路交通全部中断 还有捷运上 在捷运上的朋友 你看看大家都已经吓坏 站都站不住 还有很多地方是惊声尖叫 连开车都是 而很多的倒塌的现场 现在已经造成了 九死132伤就医的状况 花莲尤其是重中之重 我们看到有两栋大楼倾斜 甚至一楼都已经消失不见 好几位死者是从这里被发现的 当然还在积极抢救当中 希望其他的人能够平安的生还 连在信医区也一样 我们看到的大楼 类似鹰架这样的东西 直接掉下来吓坏了民众 还有在游泳池 这是在台北 也是一个五星级饭店的屋顶 把一般游泳池好像变成的 有垃圾施一样大怒神之类的 还是大海啸之类的 吓坏大家今天规模7.2 大家第一个在问的是 为什么我手机没有响 国家警报卫星飞到卫星的大气层外 台湾的警报响了 为什么国家警报今天很多地方没有响 来研究一下 像王定颖委员他就说 他在高铁上手机国家警报立刻响了 搭乘的这般高铁立刻减速停止 很多铁路跟捷运在当时都停止 以侧安全 那很多民众的台北市问 不是地震警报吗 贪物贪掉是不是 天灾预警 不是国家对国民的保障跟义务吗 怎么有选择性的响呢 那狂摇摇到快哭了 很多观众说摇成这样怎么没有响 那国家级警报 什么时候才想地震中心回应是说 北北桃南部地区都预估 震度没有达到四级的标准 以至于因为还不够强 没有响那就怪了 因为这个是选择性的响 我今天在直播室上问很多观众朋友 在嘉义台南还有甚至新竹 两个地方的朋友都说他们有收到 还有甚至大安区的民众也收到 花莲正央最严重的地方也收到 但是为什么这样的选择呢 其实提早收到当然有好处啊 因为来得及的话不要进电梯 不要到其他地方来 或者是可能在煮汤锅上有东西的 就不煮了嘛 那当然这个有一个APP 这个时候突然红起来了 叫KMY 我可以秀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为什么突然红起来 因为单沙子支援Android系统 iPhone系统是没有办法的 就是他这个手机警报一想起来的时候 可以告诉大家说 你还有几秒钟 那你的位置在哪里 你这个位置的震度会多久 几秒会出现 蛮厉害的吧 然后你发生之后 事后就算你手机没有打开点击 一样可以告诉你说 他当时的刚刚发生的地震 震度多少初步预估 以及还有几秒钟等等 有这种资讯 那大家开始因为要预警嘛 希望有这样的警报啊 你看看日本的标准好了 日本冲绳纳巴基长 直接立刻停飞 高速公路关闭 居民收海啸警报就很紧张 那可是民众说 没什么感觉啊 也没什么摇啊 可是官方他们怎么说的 即使只有30公分的海啸 也足以让人受困 所以告诉大家说 他们一定要用最高重研的标准 来跟民众呼吁这个消息 但台湾呢 我们有经费不足的问题吗 一直说我们要提升 地震预报的功能啊 那包括了海底的电缆 侦测的系统 当时说要花预算 去做600公里的海底电缆 结果后来缩水变成200公里 那各种理由啦 原物料菲律宾不同意啊 差别在哪里 会差个10秒钟左右的时间预警 10秒钟有没有差 那地震预报的各种数字 这海底电缆 就是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 在海底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侦测系统 从海底海明面以下 就可以提早知道啊 那预算数真的真的不够吗 我们不是很多预算 都花在很多莫名其妙的地方吗 我们看看 目前1113年 一共在地震测报的系统预测上面 编了10亿多 但为什么还是没有办法呢 那人工技术学习 什么海啸海底监测 不是很厉害吗 两年前审计部就市井 南部的海岸监测系统 有可能会有断缆的风险危机啊 那甚至还有NEC助攻气象局 哇 大内宣很厉害啊 可以争取黄金10秒 在地震发生之前 让大家可以逃生 那或者是离岸风电啊 当时大内宣的时候 2020年讲的很厉害 说海底电缆有新妙用 我们在讲离岸风电很贵吗 你嫌他买在贵的地方吗 没关系 他说因为他可以摇身一变 变成巨型的地震侦测网 请问侦测到了吗 杨明 首先我相信这个今天 大家都饱受惊吓 因为是全台有感 甚至连金门 马祖都有感 那我刚刚去查了一下 从今天早上到现在已经 光是余震就上百次 那其中有感的余震 就是大概是 所谓的三级以上的震度的 就至少大概就已经有 将近大概50多次了 所以我想这个后续余震 这几天应该都还会 持续的发生 所以大家还是要 这个提高警觉 那避免 尤其因为马上要到 清明点家人 就大家避免到三区 尽量避免 你走在路上都要小心吧 要尽量走旗楼里面吧 对 那避免到三区的原因 是因为怕担心说 比如说这个 这几天有气象预防 还是说可能会下雨 那可能会有所谓的 土石松动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再来 这个我们今天当然很多人 就疑惑说为什么北北基陶 不在国家地震警报的范围内 气象署他们的说法是说 因为他们的预估 是没有到震度四 结果有震度四 甚至台北最强的震度到五弱 五弱 对 五弱 等于说他已经超过 远超过国家警报的门槛了 可是为什么没有说到 包括新北也都有一些地区 都可以都有到五弱 像他的五分三 然后包括像新北整个平均 大概的平均的震度都在四级 都在门槛以上 为什么收不到 那其实气象局他讲说 因为我们预估怎么样 其实说穿了 就是预估不够准 真的 研判不准 对 其实我们看到 因为这个 刚刚这个前舅界有特别提到 那个所谓的电缆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 这一次的震央 其实是在花莲靠近海 它是离花莲的陆地是蛮靠近的 可是请导播带一下 有一张地图 海底电缆那个地图 中间下面这个 你看它的电缆 其实是从宜兰 一路往外海 然后延伸到屏东 所以反而花莲近海这一块 反而距离比较远 反而离所谓的 就是它这个海底电缆的观测 离我们这一次的镇央 其实相对遥远 这个不是往里面以内都观测 它都有 可是我们变成是 陆地上的观测站会比较接近 反而我们这一次 这个所谓的东部的电缆 其实就这一次的镇央来讲 它的效益没有那么强 我觉得这是气象鼠 未来要去更精进 因为很明显就是 包括我们你知道很多 我有一个朋友就说 它是文族的 它以前 尤其是921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的话 921大地震台北 很多地方建筑物每次 可是台北有一栋大楼倒了 东西大楼 为什么 那时候不是因为镇度特别强 是因为台北有一个盆地的效应 而且土质这个跟什么地质 什么都有关系 所以那时候都说 台北盆地每次每逢地震 它的震度都会比周边 感受更强 摇晃更强 这个就是 我想气象局应该把这个因素 考虑在里面 未来是不是 比如说三级以上 在台北盆地 三级以上就应该发警报 因为它的实际 你预估的三级 可是实际可能到四级的震度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要去检讨经济 因为其实不管是南部的 就是台湾南部海域的电缆 或者是东部的电缆 其实都是这几年所谓的 前瞻基础建设变列的预算 我们比那几百亿的预算 是希望怎么样 是希望你要做得更准 让民众有所谓的预警的时间 而不是今天 像今天很多人都是 真的感受到摇晃 才开始做后续的避难 摇了好几次一次也没想过 对 没错 所以很多人就是被摇醒 不是被警报叫醒 是被摇醒的话 我想尤其是北北基陶 这个早上八点钟那个时间点 是很多人正在通勤的时刻 所以这次造成的这种恐慌 会特别的严重 当然不幸中的大幸是 北部尤其都会区的灾情相对少 灾情相对少 目前集中在所谓的路段 或是说有人被弱石集中 或是受困死亡等等 都是在东部花莲的部分 所以我想我们都会区的 这个建筑基础建设的韧性 还不错 但是这个所谓的 如果能够有更多的预警的时间 我想这个是气象鼠 一直以来在追求的 这个韧性待会我们让专家来告诉 我们今天有两位 结构的这个专业人员 待会可以告诉大家 但就是说我们希望政府机关 花这些预算 这些机构可以给我们心理准备 不管是10秒15秒 最好当然30秒 我们可以关掉炉火 我们可以离开危险的地方 我们可以不要进电梯 那今天很多的消防征 一直想一想 就是因为太多人 被困在电梯里受困 好吧 那如果在科技上 政府的制度上没有办法 让大家安心提早预警 很多民众开始想 那我知道 看有没有异象 天然的这个异象 我们可以去观察 例如像这个在海面上出现 海水倒退 其实这个是在地震后才发生 大家担心海啸警报 都还没开始发的时候 结果发现 渔船被水拉着走 这个水是倒着流 海水被感觉被吸到 往外走 那个感觉 渔民们很惊慌 看起来这个回流的状况 虽然十几公分而已 官方说没什么 但是民众就会觉得 哇这是一个大异象 还有地震前一晚 天空怪美的 但是怪怪的 这个是一个网友贴出来 现在已经十几万的人 去留表情符号跟关注 因为他说这个天空的云彩 各种的画面现象很漂亮 但是由纠二一大震前 傍晚的味道 怕怕的 要大家小心注意 回头来看 这个天空 大家就说哇先知吗 还有一个月前有预告 千只马路爬串在地上吗 那就有网友 一个月前就已经po出来 不是事后才po的 在山上po出了 数以千只密码的马路 盘踞树木地面的画面 那玉丰应该也跟我一样 没有收到任何的情报 大家只好往心灵的层面 来发挥 我也想到说奇怪 为什么大安区有 我们就没有 我们距离大安区也不会太远 大安区只有少数人收到 对 我想补充一下 就是他们说了很多理由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说政府对于这件事情来讲 你没有想就是没有想 这个东西来讲 你今天这么大的一个阵度 对我们有经历过921的人 其实那个感受是非常相似的 你现在在跟我说 预测怎样三级四级阵度 我觉得没有想就是没有想 好 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昨天那张照片 真的是蛮特别的 它是在前一天 就是我们今天早上7点58分 才发生大地震 然后8点多才有第二次 大的一个地震 好 他昨天就po了这张照片 然后po这张照片 其实真的算是蛮漂亮的 可是这个人 我觉得他真的很神奇 他po完之后有没有 下面有网友就说漂亮 但921大地震前 傍晚也有这种味道 要小心注意 现在这两个人 一个被当成是观星家 在古代算是高官 观星相的 另外一个变成大预言家 这个东西其实 因为有经历过921 其实大家对那个时候的事情 还是印象的非常的深刻 甚至我们身边还有一些朋友 其实是有一些创伤的 因为在当下是发生的 是非常严重 另外来讲马路 马路这东西其实你每一次 大地震前 还记不记得 以前我们每次做新闻 都会做到地震鱼 什么叫地震鱼 就是它原本在深海里面 可是因为特别的原因 生物特殊的感情 然后就被渔民捞起来 那渔民捞起来之后 大家就觉得说 马路全部跑出来 然后地震鱼 因为它在深海 为什么是 它感受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跑出来 那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它到底 有没有科学的根据 其实目前是还没有 那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没办法啊 因为我们在科学 我们这些政府 可以给我资讯上 我没有办法安心 大家民众只好这样猜想啦 那会不会接下来 有灾难性的强震再发生 因为连日本气象厅都修正 我们是7.2规模 日本气象厅修正了7.5 后来又修正为7.7规模 他们认为近期之内 可能台湾这边预判 还会有强震 要大家小心 气象粉渠粉砖也都这样说 他说平均30年出现 周期性还会再发生 这以前大家都要很小心 东部规模7.2的地震 是九二一大地震之后 最大的 那野后援曾经在之前 半年前再说过一次 他说他呼吁双北人口 赶快往外搬 他甚至说要迁都啊 为什么 他说当如果7.2规模的地震 发生在双北地区的话 因为有7成以上的建筑 都是30年以上 九二一之前 30年的老建筑 那会造成三万五千栋 以上的大楼会倒塌 专专业的来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台北市结构工程 纪实工会的理事长 徐茂青 因为他今天也去看了好几个 受害的现场 那么对于他的这种预判 或大家的人心惶惶 怎么看 我跟主持人还有各位来宾 我报告一下 刚刚你的问题 就是说会不会 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大的 一个地震发生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但是其实就是说 民众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要常有防震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 当然就是说我们没办法 预测这个地震什么时候来 但是我们现在要把我们周遭的 一些事物 做一个加强 譬如说简单讲的话 就是说我们住了这个房子 你平常你就是 稍微自己要留意一下 哪边有这个比较不好的地方 当然我是讲得很笼统 就是说哪边有龟裂 或哪边有袖石 或是说哪边有漏水等等 或是说觉得说柱子的那种 为什么我家里的楼层这么高 结果柱子这么小 或者说这个梁这么扁等等 这些就是 但是就要请我们这个专家 来多看一下 也就是说你至少要有 等于说益防胜于治疗 防范未然的准备 这简单讲的话就是说 当然除了自己要有本身的 要那个概念之外 当然也可以借助我们相关的工会 相关的祭司团体 来帮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勘察 您今天看了几个错词 包括那个高价的环状线 都出现脱轨的这种错位的位状况 在这些公共安全上 您今天所看到的画面 有让你很担心吗 当然就是说一方面的话 就是说我们可能 就是我今天去看的话 就是两个区域 一个是台北地区 一个是新北地区 台北地区的话 现在看到的话就是大部分都是 老旧的一些建筑 老旧的一些建筑的话 今天看的话是几个区域 就是大部分都是学校 大部分学校的话 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老毛病 因为是比较老式的一些建筑 比如说这个深冲流色不足 或者是说他原来的 本身的施工方式也比较不好 所以说造成会有一些后遗症 自己做这个新北的 他就是稍微比较特殊一点 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说 因为新北的那种都市计划 他那个巷道 那个道路都是比较狭窄 在这种狭窄的一个空间里面 又要满足一般平民道路的一个需求 又要满足我们这个捷印的一个需求 其实困难度蛮高的 不过那当然相对的话 就是说一方面他也是做得蛮高 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是说 一方面的话就是说他是有一点错位 那有点错位的话 这个造成我们这个捷印车厢 是没办法这个walk 所以基本上的话可能就是 我们就让他这个災害 不要这个再扩大 可能应该是可以在 这要修复蛮长的时间吗 因为开始有人在问 那修复的话 我是认为就是说 应该是可以在短时间 可以把它处理掉 短时间 对 应该是以现在的那种技术跟功能 来看的话 跟配合现场的一些状况来看的话 应该是不至于说花很多的一个时间 我是觉得就是说 也可以请市民稍微宽限一点 不过整体来看的话 我是认为就是说 双北地区的災害 也不是说很严重 不过像前内政部长李鸿元 他预警讲得很恐怖 尤其土壤液化之后 他说可能造成的盆地效应 会让一些老建筑 一旦发生更大规模地震的时候 有立刻的危险 OK 当然这个是老问题 因为据统计的话 就是说新北地区跟双北地区 100多万的 100多万的栋的房子 你超过40年 50年的房子 其实是满多的 但是在这么大一个量 其实我们就是 你说一下子要把它做一个更新 或是补强 其实是困难度非常高的 当然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说 很努力 工程界或是说国家这边都很努力 再想办法把这些 旧有的一个建筑做一个补强 当然首先的话 我们也是要感谢政府就是说 他是把工家的建筑 一些补强 其实大部分都已经有做一个 深一层的一个保障 其实现在比较缺憾的话 就是民间的一些建筑 民间建筑因为牵扯到一些产权 产权 产权等等 就譬如说好像好 你家的随便就住一个十楼好了 结果你家是住三楼 结果我们现在补的话 可能就是怕说他是软胎的 或是说这样 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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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住家 可能就要补一楼 或是要补二楼 花蓮那都是一楼一楼就是 对啊 如果你说要补一楼 但是你们家是住三楼 他说不要紧 你去补一楼跟我们家没关系 但是问题是你知道吗 一楼的人他要给你补 因为这是他的施权 所以说有时候推动上 他不是单于所有权人 他是屈温所有权人 所以说他的困难度非常高 这个等于是说政府 所以说大部分在鼓励 我们都庚围绕的进行 等一下我再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推动这些 然后让政府能够顺利 把这些老房子 能够顺利的一个推动 让我们一个住了安心 好 我也让我们今天被称为 业界称为连续壁大师的 这个建筑安全协会的理事长 戴云发 不好意思 戴云发 您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说 您特别带来这些模型来 是要大家检验 说我们自己家里的建筑结构 怎么样比较安全 我们现在要安心 后面可能万一还有余震的话 怎么检验自己家的住宅安不安全 我想说地震过后之后 我们就建议大家住户 要去看家的房子 有没有问题 而且居住的安全是整个大楼 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刚刚我们提到说 大楼当地震摇的时候 你看九月地震台南花莲地震 跟这一次地震都是一样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都是扔卡倒塌 所以扔卡的地方 建筑安全特别重要 所以说我们会建议说 住户大家地震过后之后 要检视大家的居住安全 比如说我们家的住户 自己那个楼层 看它的大梁大柱或者墙壁 有没有特别的一些裂缝之外 更重要的是在软弱城的公社的 大柱大梁或检验墙 有没有四十五度的裂缝 除此之外 也要走到大楼的四周去 看你那一栋大楼的外侧的墙壁 或者是柱梁 有没有新增的裂缝 或者是比较多的磁砖的掉落 走的时候小心一点 有没有磁砖砸到 对 有没有比较多的磁砖的掉落 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你这整个检视完之后 假如真正它的大梁大柱检利墙 因为这一次的地震 有新增的裂缝 事实上我们会建议说 因为这个地震还不是 我们的设计地震力那么大 它的结构体就已经会有一些受损 就表示它的体质相对跟 别的建筑比起来是比较脆弱的 主持人讲得很棒 这个观念很重要 因为像围观大楼 它当时在前一个大地震的时候 它也只是黄丹 表示说它没有立即的结构安全的危险 可是下一次大一点的地震 别人没事 他家就倒了 而且可能上市已经受损 自己不知道 对 所以我还会建议说 假如你家的大楼的大梁大柱检利墙 已经有这个问题 就会建议找我们结构机制工会等 相关团体来派员济师来帮你检测 帮你建议说假议你的结构安全 差异不至于太多 可能是不是做适度的补强 万一差异太多 可能就真的要往 围绕都根的方式来改建 我想这样居住安全才会有保障 是 接下来我们看看 在捷运工程的部分 当然刚刚理长跟我们讲到了 这个新北环状线这里的问题 但今天其实很多朋友在问 是说捷运停止一个小时 那叫不到计程车 要迟到会扣全息 劳动基准法告诉大家 如果你因为天灾不可抗力的原因 迟到矿石都不会 你可以有权益可以要求 公司不要处罚你 但花莲这个可不只是上班 迟到的问题而已 在花莲这里有两栋大楼倾斜 那么现在还有一些 在搜救当中的过程 现在一发现检查下来 有550万栋房屋 其实是没有保地震险的 其实没有地震险的 通常是比较新的建物才有 旧的其实很难 所以我相信花莲这里 会投保率这么低 才37.85的原因 应该跟 对花莲最低的只有三成 其他地方桃园 新竹还比较高 四成五以上 会这么低的原因 跟房屋的新旧 绝对有直接的关系 那你只要有投保地震险 最高就可以赔150万 还有临时住宿费用的 一些cover 让你可以暂时得到一些支柱 但全台地牛大半生的时候 今天一早股市一开盘就重挫 那有意思的是 三档地震概念股 例如台泥 钢铁股 整个翻红大涨 但整体来讲 最后跌了128点 所以地震会影响的 整个包括经济指数 大家的恐慌心情之外 连台积电 像这些半导体产业 几乎一停工的话 就引起很大的冲突感跟危机 杨明我们先看看在相关的 包括地震险等等这些机制保护 其实我们在1999年 就是921大地震之后 这个我们国内对整个防灾的体系 包括建筑的法规 都有全面性的一个重整 等于说大概2000年以后 这个去盖的 去新建的这个房子 基本上的耐震的这个程度 不会太差 不会太差 除非真的有什么 偷工减料的问题 但是基本上它就是说 我们的建筑法规的更新 就会导致后续这个所谓的 包括可能有强制要投保 或是什么样的一些状况 但是旧的建筑物你很难 尤其是尤其很多管委会 就是说没有办法取得 所有的这个住户的同意的话 比如说像集合式公寓 你要怎么去做 连修电梯费用分摊 可能都有问题 要炒半天 那他们这样去做 这个所谓的投保 就难度就很高 如果是一个 这个产权比较单纯的 那我是建议 其实在台湾 毕竟是一个地震风行 比较高的 其实如果民众自己 有能力的话 尽量去投保 是对自己的这个房地产 是比较有保障 就是说这个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 好 那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就是说像 今天其实很多的民众 我觉得这个也给 各个地方政府 要有一个新的危机意识 其实今天讲万安市长 最关键 我相信今天所有 如果在这个通勤族 会有民怨 最主要都是因为 捷运停时 因为第一时间 这个是为了安全考量 没有办法 不可抗力 高铁 台铁 对 几乎都停下来 那未来碰到类似这种 在通勤时间发生的 重大的地震事故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立刻启动 所谓的接驳车 就是加派公车 或是说怎么样的一个方式 因为其实今天 我看到很多的现象就是 捷运站周边 满满都是人 还有人走在铁轨上面 那个是已经在车上 他必须要用这种方式 下车接驳 因为停时 所以他必须要这样走下来 可是我说很多的民众 是想要去搭捷运 结果发现没有开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全部通过去 APP叫车 结果计程车全部都叫满了 都找不到车 那怎么办呢 所以未来在这个状况下面 有没有办法有一个 比如说加强接驳的 我觉得这样的功能 比如说就把它接到 接到哪一个点 比如说接到火车站 还是哪边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机制 因为其实我们 其实以台北来讲 平时通勤的公车 大部分就已经人都蛮多的 那有没有办法 有一个立即启动 我觉得这个对上班族 可能会比较贴心一点 就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那这一次其实我觉得 你说这个什么地震 造成什么指数的 当然我觉得我们的民众 也都蛮聪明的 就一发生 外资也跑了一些 对 没有 这肯定的 但这次我觉得运气 很好的是 我们比较主要的科学园区 大概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顶多只有暂时停工 对 因为就是说 他就是做一个确认 我们的整个产线 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我想这是最大的 不信忠的大幸 财经面邀请玉丰帮我们分析的是 像包括了 除了股市之外 在地震后的房市买点 因为先前看空 囤房税大家以为打房 结果房价有跌吗 没有 还是涨 而且涨电价 还有利率升息之后 大家都预期 应该还有一波涨幅 三月记得吗 还刚好宣布个数字是说 所有的房市交易量 是近年来的新高 卖得好得不得了 结果地震来了 921地震之后 曾经发生过很多的污阻 一开始老神在在 最后赶快急着低价脱手 怎么样 对 那时候921的时候 其实当时候的房市 本来就不好 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在打一个大底 那个底打到什么时候 2023年 那时候SARS 还记不记得和平医院 封院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全台 最恐慌的时候 那时候我进去的时候 幸好我走了慢一步 就在我前面进去的记者 就出不来了 就封起来了 关紧闭 所以就整个封起来之后 那个整个恐慌性 那为什么房市会那么低 那真的是那个时候 已经打了底 打太久 那现在来讲的话 以目前的状况来说的话 我觉得短期是会有震荡 长期以来的话 这个地震的影响 是会比较小的 如果你要买一个自住的房子 那你要希望捡便宜的话 那你就要请结构技师们 去看看老公寓 现在来讲 每次地震完之后 老公寓会有一段时间 大家不敢买 大家宁愿去买那种华夏 或是砸钱去买预售屋 现在包括RC 包括SRC 大家看到会觉得比较安心 但是长久之后 台湾人真的是 用干台湾人 你看那个时候房地合一碎 第一次出来的时候 大家吓得要命 第二次的时候 根本就不怕了 所以你说要这样子 房市要整个翻转过去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 尤其是其实我们的政府 嘴巴说要打房 他还是细心的在呵护 你看 打打打打打 然后最后你看真的不行了 去年的时候 在Q2 Q3的时候 艳艳一席 丢个新清安 整个就冲起来了 所以你要知道 目前来讲 创新高 对 房市政府嘴巴说打 但其实他是在呵护的 所以你要往下的话 其实我觉得不太可能 新建案推出几乎都是完寿完寿 现在都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现在是老屋 老屋可能产生的问题比较大 例如这一次在新北土城 有大陆请协 这个请协的状况 居民吓坏了 说赶快封路 梁柱 都已经歪斜了 这几天大家都各种的留意 要小心的 待会让专业的来讲 但像花莲北冰街 这个店面消失 刚才也看到画面了 还有你家会不会变成隐形围楼 有几种检查的方式 军裂 刚刚特别讲了一些 梁柱 构建 墙壁 军裂 我们今天早上办公室也有 就像刚刚一直在 有碎片从物理上掉下来 好恐怖 还有总体检 花莲地震之后 红黄丹 列管三十件 老屋刚刚讲了 都庚难 又卡关 怎么办 所以老屋的比例越来越高 大概七成 因为一直没有办法有新建 我们没有忘记 土耳其刚刚发生的 这个强症造成多少人死亡 五万多人的死亡好吗 那甚至有这个监石器直级建物 本来是摇的时候没事 一个月之后突然露他 整个倒掉了 一瞬间就变成粉碎 可是其实地震当时他撑住了 他站在那里也没有倒 那之后会不会还有 类似这样的状况呢 我们今天请到的戴云发理事长 他就是被称为 国家发明创作金牌奖的 耐震系统功法 来跟我们解读 我想说大家都知道传统的R7 SRC 它钢筋剪断绑铁线 要把它绑好 勾好不容易 钢骨要把它做好 要焊接焊得很好 所以很多是施工的问题 是大家要克服的 我想我们以前的工法 有些困难点 我现在研发一个工法 就把钢筋变成回稳针 各位可以看到 这都是各种一根钢筋一体成型 所以它就不用绑 不用焊 更简单 就当作组装积木的概念 所以它安全品质又更好 所以像这样做的建筑 它防水线都变十几年 我们都知道轰咖 轰咖的建筑容易爆掉 我们也是把它变成 黄色一体成型 再加上圆的稳定的形状 再把它做一个维素 它的抗争热性也大幅的提升 让它变得更安全 让说以后的大楼 在建造的时候 它用更安全的工法 也不用靠工程去决定品质 加工厂加工厂直接组装 它就可以办我们建筑安全履律 安全品质官模会的一个展示 让大家放心 另外常用到了 大家认为说 营件成本比较高的SRC 它营件成本一品 可能比传统RC贵了好几万块 可是它焊接要做得好 钢筋更难绑 我们也用这种方式 去做一个产业的一个革新 我们可以看到说 我们把SRC外面的钢筋 做成像一个 好像塞衣架 像穿衣服 像穿外套一样 我们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假如是钢鼓柱的话 我们就像穿外套套上去就好了 对 我们套入之后 它就可以这样上下拉 所以说我们用这种方式 去把建筑物的安全 一次说到做到 所以我想这是 优化传统RC SRC的方案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大概 就是去年有得到 我们国家的发明金奖 我想是国内建筑工法的体系 我们这个工法是第一次 得到这个奖的肯定 所以大家可能可以认明 像这样子的工法 就相对安全 可是很多的 现在工地正在盖的 好几个地方都出现问题 就是东西掉落 或是施工到一半的工地大楼 怎么办 现在怎么检修 大家怎么注意 尤其是我买那个 预售屋的消费者该怎么注意 对 其实我自己本身是 国家卓越建设 讲施工品之类的评审委员 那我们也是在建议 就是说安全品质透明化 盖房子的SOP流程 都要有规范有规定 之后我采发 跟我工地的执行 就按照这个游戏规则去走 所以我们是建议说 施工的每个步骤 跟每个品质的细节 都要拍照片给大家看 甚至于说像我们 我要是消费者 我有看没 我跟你说你拍给我看 你只跟我说安全 其实这个不用担心 就像说我们的工地 我们绑这种钢筋 我们在一楼最重要的 我们会把你绑钢筋观摩会 工地就长成这样子 欢迎就是每个购物者 进来一起绑钢筋 让你看得到说 这个是做得到的 所以我想说这是一个 观念的沟通 还有前面有提到保险 我也特别说明一下 因为我去年刚好有跟 保险基金会保险杂志 一起做一个论坛 我才了解说国内的保险 为什么保的人那么少 是因为要贷款 才要规定保险 所以不用贷款就不用保险 而且九月地震的时候 理赔的那些金额 几乎都被贷款的银行 第一顺位拿走了 所以真正的住户 没有什么保障 所以说我想 其实我会推广一个观念 就是建筑物的一个 建筑安全品质的保险 我们会希望说以后的 目前没有这个 目前没有 我现在会在产业 来推动这个观念 就是说地震的安全 我觉得可以透过保险的 一个产品来让它安全 因为保险公司一定会 很认真地面对这件事情 所以说它的一个保单 它可以说以后的建筑物 我们用奖励的方式 说以后的大楼 奖励大家来做一个地震保险 这个地震保险 不是现在的说一户 一千多块 基本上它可能就是保险 比如说我的结构安全 我可能是50年的安全 或者是30年 或者说我防水 不是以前的一年 两年 三年 我可能是15年 20年 25年 30年 我想这个可以变成是一个 商业保单 目前我也一直有这个想法 想要来推动这个议题 今天刚好节目有谈到这个 我觉得这是我们台湾的一个 地震安全跟建筑安全 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 是 我相信是对台湾的市场来讲 应该是有的 理事长有要补充 我们间断的在进行往后之前 我补充一下 其实房子其实应该是两个区块 第一个区块的话就是树地 在建筑新储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 我因为现在都市里面树地很少 那都是老屋 老屋其实现在比较破缺的就是老屋 因为来 你都住人 对不对 所以说有危险 因为你家是要求人住的 对不对 所以说人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就是变得就是说 你这个老屋的就是最重要的 要有怎么样一个解决 因为你现在都老了 人也老了 房子也老了 但是这个房子老了 都是四五十年以前设计 对不对 到现在的观点一定会有一个落差 确定 技术会越来越好 对吧 确定是这样 所以说以前没想到的东西 我们现在会想到 想到的时候就会改良更好 所以说树地要建的东西 我是觉得比较不担心 我是说比较担心就是说 在都市为老怎么样一个改建 怎么样有一个诱因 鼓励 怎么样一个推行 奖励 这个是比较破缺的 也是说政府 也是自己去做的 因为政府要做什么 政府本来就是要帮助人民 来解决这些问题 对不对 不然你如果每次在家的时候 虽然你不需要改建 不需要改建 后来在家的时候 家也是在哪里 是 也要解决大家的疑虑 不会说感觉钱都被建商赚走了 想尽办法让住户 也觉得自己的权益被保障 还有更多大家关心的话题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一早的地震地要地动天摇 吓坏很多人 本来拜习通电话很重要的 突然变得不重要了 因为如果真的我们的国军 在空军基地还精传了灾情 F-16战机有没有受损 那当然赶快国防副做出了声明说 只是小零件受损 无论如何大家担心 这个各种的安全机制 如果地震都挺不过 怎么可以挺过战争 那陆军参谋长最新的一个决定 告诉大家说 金防部对海实弹的射击 本来是对着海面 现在为了避免不小心产生的冲突 因为为什么 因为海面上现在什么中线 都已经乱掉了 也没有默契了 随时可能有其他的渔船 或者是各种行云警船会经过 所以干脆就改成陆上打靶 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而马席会马上就可能在4月8号登场 但4月2号 今天他是去了 昨天去了孙中山先生的故乡 故居 去他有哽咽 有落泪这样子的氛围 他喊着说要自由民主均富 走向民族共和 希望两岸中国人都要记得先贤的牺牲 那拜席会是昨天晚上台湾时间 最关注的一个消息了 两个人通了电话 如果说中美在对抗当中都可以有通话的管道 那台海之间为什么不能沟通 不能够有善意呢 那现在白宫拜登的最后的给的答案 在对外新闻稿里面强调的是什么 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而且当然用中文翻讲奉行 感觉好严重 好像圣旨一样 那意思就是说 坚持过去的路线 一个中国 那大陆的外交部则是希望拜登落实 不支持台独这个时间点都是在我们520 总统准备要就职之前所发生的事 包括内阁的异动 是不是清明节后要有新的名单都是 所以两岸一定要这样丑恨吗 还是有机会可以像 这个美中一样 应该有沟通管道 或者是善意和平的可能性 例如看看南韩好了 南韩有一千名的粉丝 韩粉 不是我们那个韩粉 是那个韩国的粉丝 对于熊猫要被送回去中国大陆了 很不舍大家都哭了 那甚至这样子的氛围 就是说就算南韩跟中国的外交关系如何 民众之间的善意是必须为始的 而这个演唱会的演唱团体的名称叫做回春丹 本来也很好啊 这个乐团到台湾来表演 就到台湾来 因为他在微博上面一个发文 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就说哎呀 要到中国台湾了台北建 结果就引起了相关单位 包括了台湾纪的主办单位 本来是邀请来的嘛 就把他们的表演给取消了 那他们觉得 董事长乐团等等觉得可惜啊 让你们知道 呼吸自由的空气是什么感觉 他当然是来呼吸了嘛 因为他还在Lexy 继续办了一个专场 那专场的时候 民众还是很多支持者去听啊 但也有不少民众在门口 高举独立的旗帜 毛巾展现爱国决心等等 还有人拿小熊维尼去 去开酸 可是大家看到演唱会上 大家还是很开心 谢谢台北 其实文化艺术交流理论上 音乐是没有国界 也没有所谓的仇恨的 但如果在长期的仇恨螺旋里 一定不会对两岸的朋友 有好处嘛 杨明 首先我们先谈这个 原来我们的军方跟这次震灾 也有所谓的灾情 那其实当然现在看起来是一些 小小零件的一些碰撞导致的 那我其实更该担心的是什么 因为最近F16V 已经这今年就已经 有好几起的这个事故 就是当然不是很严重 但是这个都表示我们现在 在这个所谓面临每天 这个共激的侵劳 群罗勤务越来越多的事故 那如果发生了这些 所谓的小的碰撞 会不会导致这个调度上 出现一些困难 像今天这个共激 还是有大概有十几架次 这个是来做侵劳 所以我们每天要面临这样的 这种所谓的困境 那这个空军得要好好做好调配 那否则如果今天有一些状况 那这个对国安也不是很有利 那再来这个 其实马前总统现在在对岸 包括昨天的拜席的通话 它都凸显出 现在美中台在全球的焦点 包括今天的地震 也都成为全球的焦点 对 现在上了一个头版 对 可是他们关注的是什么 主要不管是今天美中台的关系 或者是地震 最主要都是关心供应链 其实国际关系就是关心 我们台湾的供应链 半导体会不会有受到影响 如果发生战争 同样关心的也都是 第一岛链 都是关心这种所谓供应链的问题 那现在拜登跟习近平 这一次的通话是去年11月 这个旧金山会面之后 再一次的热线 那这次的热线里面 第一个我觉得因为 中国大陆那边他们释放出来 从新华社释放出来是 他是应约 也就是主动权是在美国 是美国主动想要打这通电话的 那他想要这通电话 告诉中国大陆什么样的讯息 而中国大陆传回来 基本上跟去年他们见面很多的调性是很像的 但是里面有一个 所以拜登说他近期会赶快安排 包括财政部长的叶伦 包括国务卿布林肯要去访问访华访中 那这个是释放出善意 还是怎么样对美国 还是对拜登 他对中国大陆的态度 是不是跟他前一段 在他这个任期的前一段 是有一些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要接下来观察的 尤其我们现在是在所谓的看守期 那马前总有去 有没有办法堆叠善意 可是现在绿营很多人都去讲 马英九你只在乎你要不要讲中华民国 其实我觉得再还没有 因为这次就是因为会到北京 会去可能见到习近平主席 所以可能我相信马前总 在这种所谓的比较刺激的言论 会比较克制 相信连美中关系对于经贸围堵 都可能有新的出口的话 台海难道不行吗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来看几个最新的几个消息 包括军方刚刚讲到两岸关系 这么的严峻的时候 军方的勤务是很辛苦的 但是却有官兵说 有个达官舰的舰长 有18项暴走的行径下令各种 不准吃这个不准吃那个 然后各种的花也要好好的维护好 不然的话就要处罚 然后连去看医生都被他标骂 让官兵受不了 台南今天有位女警 他自裁自杀了 我们当然不希望这个情况再发生 到发生什么事情 他控警大为审先退学 可能只是嬉闹 却被当成偷窃罪 让他几乎断送了前途 好我们先讲这个达官舰的舰长 他就是不能够 在他任内出现牛肉 苦瓜 凤梨 然后他的说法是 因为苦瓜太苦了 凤梨会忘 那其实当兵 凤梨这个东西 像新闻界也是 凤梨书 凤梨东西 也是不太吃 可是其实在这以前 当兵这种官非常的多 尤其是那种你派到海上的 然后舰长 或是很多野战部队 他都觉得自己就是土皇帝 可是现在来说的话 刚刚杨明哥有告诉我 我们的兵是非常珍贵的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国防部可能要介入调查了 其实时代在改变 其实这些官校出来的长官 也是要改变 不是以前那种方式 因为现在的阿兵哥 可能会受不了 所以他是联手被人家收政了 官跟兵一起收政 所以这个就要被处理 另外这个女警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惜 非常的遗憾 好 她是女警 然后她考上了警大的研究所 有一个状况是说 她跟另外一个男警在嬉闹 那有时候我们不是都会转账 然后转账之后 你就后面就有一些数字 所以他是用男警的手机 然后转账给他 1870 开玩笑说 你是白 你怎么的吗 对不对 然后后来又用了一个 937救生器 其实你应该可以感觉得出来 这两个人如果可以互拿手机 这都是有密码的 你一定就是很熟的朋友 甚至我觉得可能就是交情是比较好的 结果他被第三者去检举 那现在来讲 我觉得警大到目前为止 真的就很像军方 警大的意思就是说 八方吹不动 不管怎么样 我就先把你泰除掉再说 真相没有查清楚 我觉得简单来讲 如果你觉得他真的有偷窃的话 你把他移送法办 偷窃是非高速奶论 就把他移送法办 那你没有把他移送法办 然后就直接把他泰除 去取消他的学籍 那人家怎么受的 未来没有办法再从事报考相关 我觉得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从警 我们长期跑的时候 从警跟你一般的工作不一样 你愿意投入 然后一生的职制去做这个 去保护人民 然后维护治安安全 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情操 你剥夺了他的一个就学权 然后你搞了半天 你也没办法拿出一个答案 甚至我们在这边讨论 到目前为止 警大理都不理 我觉得这就是长期以来 军警系统内部 对 我觉得时代在变 你现在是一条人命 如果真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 但是如果可以借此机会 当作一个契机来改变这个风气 我觉得真的要珍惜 现在愿意从警 愿意从军的人 已经越来越少了 还不珍惜吗 待会我回来 还有更多的地震相关话题 马上回来 明天就是清明节廉价了 很多朋友要去盛中追缘扫墓 可是像花莲 茨芸山的这个纳姑塔 整个碎裂城 倒塌成一团 而且全部混在一起了 扫墓也困难 更何况连要回乡 去扫墓都有困难 你看看这个路 直接柔长寸断 山崩地裂 铁路也一样 既然花莲几乎要成为孤岛 尤其是现在还有可能还有余震 连一些新北市的这些环状的捷运 都出现状况 理事长 OK 我跟主持人报告 最后一个观点 其实我一直认为 我们盖这些房子做一些构造 其实就是要给人住的 零零要安全 我一直认为就是说 台北市或新北最重要 就是要解决我们这个老屋的问题 老屋的问题的话可以解决 其实都市里面的建设有没有 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 今天早上下午的时候 有陪同蒋望岸市长到各地 有这个状况的部分 我们都做一个勘察 其实我都 我最后有跟他讲就是说 我们这些都市为老 最重要一个概念 第一个 你首先要有一个幽影 你不要规定那么多 你不要法疗规定那么多 你就给他有一个幽影 大家不管是我们施施者 容资奖律等等 施施者或是这个什么 我们这个房屋首有钱人 他才有那个意愿 现在先有那个意愿之后 你才会比较好讲 因为你觉得事情应该很危急吧 危老要趕快重建 OK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先料有的概念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 好 我在盖这个房子的时候 当然 原花胸这个概念 要把它移进来 这蛮好的 但是 问题是